这乾隆皇帝一定是想啊 自己居中奉安在主位 上手第一位是孝贤皇后 下手第一位呢 是季后纳拉氏 上手第二位是慧贤皇贵妃高家氏 下手的第二位啊 是哲敏皇贵妃复查氏 上手垂位上啊 安葬那个纯慧皇贵妃苏家氏 然后下手垂位上呢 是苏家皇贵妃金家氏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来到苏家 咱们一块聊这清代后宫的故事 今天呢 咱们继续聊这乾隆皇帝御灵的故事 咱们要说聊御灵啊 不如说是聊御灵当中的人物 并且呢 我们还要解开这御灵当中的藏位之谜 咱们上一番呢 基本讲清楚了吧 这御灵当中所奉安的这些嫔妃们啊 都是谁 这结尾的时候啊 咱们说到啊 这个御灵当中还剩下了一个空的藏位 就是这官床东侧 上垂首位置上 要说啊 这乾隆皇帝啊 其实心里早就有定数 他早就安排了自己地宫当中这七个藏位 都奉安 哪位娘娘 当然了 其中有一个藏位啊 是啊 乾隆皇帝自己的 就在北侧观床正中的主位上 其实啊 我们稍稍的琢磨一下啊 就能猜出这老儿的心思 这乾隆皇帝一定是想啊 自己居中奉安在主位 上手第一位是孝贤皇后 下手第一位呢 是季后纳拉氏 上手第二位是会贤皇贵妃高家氏 下手的第二位啊 是哲敏皇贵妃 傅察氏 上手垂位上啊 安葬那个淳慧皇贵妃 苏家氏 然后下手垂位上呢 是苏家皇贵妃 金家氏 那有人就得问了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孝姨皇后 也就是另一皇贵妃的葬位了 对喽 当初设计这个葬位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压根就没考虑过他 你没发现吗 刚才我说的这些后妃啊 那都是前提救人 并且呢 这些个后妃加起来啊 他不缺儿子 当然呢 他也有没儿子的 您就比如说这孝贤皇后吧 虽然啊 生了这个皇嗣子永脸 和这个皇妻子永从 可是啊 在乾隆十三年 这孝贤皇后崩世的时候 这永脸和永从啊 已经早轰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会贤皇贵妃高家氏 这高家氏娘娘啊 这一辈子 在子嗣方面啊 那是个短板 不但啊 没有皇子 就是连公主也没诞下过 这一生五子嗣 可是啊 再看看其他人的呢 可不缺儿子 这里边首先呢 哲敏皇贵妃 为这个乾隆皇帝 诞下了皇长子永皇 这纯慧皇贵妃呢 生了皇三子永章 和皇六子永荣 书家皇贵妃 那可是个生育大户 他的儿子呀 是皇四子永成 皇八子永玄 还有皇九子和皇十一子永兴 说到这儿啊 咱们又得花阔福了 我得跟您呢 交代点事 哎 上文书啊 咱们提到过 哎 咱们说了 这乾隆皇帝 一生有十七子 有十六个都有名字 只有这皇十六子 他没名字 哎呀 有好朋友就质问我 说这个皇九子 跟皇十子 他也没名字 你怎么就单拿出这个皇十六子来说事呢 首先说呀 这乾隆皇帝 在这方面啊 是一个喜怒行御色的人 在得知后非御起之后啊 这乾隆皇帝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给孩子取名字 而且不止取一个 最后呢 这个担下皇子 或者是这公主之后 再让这个内阁呀 议一下哪个名字合适 所以说他按这种说法的 乾隆皇帝这十七个儿子 按说他都给取过名字 无非呢 是这些早上的皇子啊 没有被记录在案 所以闹到最后啊 说是没有名字 这个咱们说说之前呢 我确实查过了 关于这个皇九子 还有这个皇十子 皇十六子 在清史稿 清史落 乃至起居住上啊 确实没提到过 他们有过名字 可是啊 有这么一本书 叫清皇师四谱 是这个清诺学者呀 唐邦志所著 我们普遍认为呢 这本书啊 他写的还是比较客观 很尊重史实 所以呢 他可以用作这个史料的辅助文献 这上面啊 可就提到了 这皇九子啊 是有名字 还有一些笔记野史啊 也提到过皇十子的名字 可是呢 费了半天劲啊 这皇十六子的名字 一处都没有提到过 所以呢 这学徒我呀 才在咱们这段书里啊 说这个皇九子和皇十子 都是有名字的 不过有好朋友和我建议 说既然正史观书上没有记录 那咱们以后呢 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这学徒我呢 一想啊 从这个严谨的角度上来看啊 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 得 那咱们呀 就按照观书正史 所记载的来讲 那这个皇九子 皇十子和皇十六子 哎 都没名字 得嘞 咱们闲言勾去 书归正文 咱们记得说这些皇子 您看啊 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皇子 首先他不缺长子 长子呢 就是皇长子永皇 再来呢 他不缺这个有本事 有学识的皇子 您比如说吧 这个纯慧皇贵妃 所生的皇六子永荣 还有呢 这个书家皇贵妃的小儿子 也就是皇十一子永兴 这哥俩呀 在这个学识和能力上啊 在乾隆皇帝的重皇子当中啊 都是没挑的 这六爷永荣啊 能书善话 能力还是非常强 是这个四库全书的 总裁官 这十一爷永兴啊 就更厉害了 要说这书法呀 那是这个乾隆年间四大写家之一 和这个刘庸刘诗案的 那是齐名的 说起这个整个清代的著名书法家呀 这人家永兴啊 都得往前排 那有人说可惜了 这里边他没有嫡子啊 怎么没有啊 您别忘了 还有这个纪后 纳拉氏呢 既然人家是皇后啊 所生下的儿子 那必然是嫡子 这纪后 纳拉氏啊 剩下了皇十二子永齐 这可正经八百的是皇后娘娘所出的嫡子 对喽 您没听错 他叫永齐 不叫永姬 这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啊 纠正错误啊 我都虚心听取 并且呢 在留言区还跟人家互动互动 咱们讨讨论一下怎么改正这个错误 有的朋友就跟我说 这皇十二子啊 他叫永姬 不叫永齐 那这个我就不跟他讨论了 这一本新华四典呢 就能解决 咱们不敢说呀 在咱们书馆里聊的内容啊 有多的学问 但是这个扫盲啊 他不归我拐 所以说呀 这乾隆皇帝 他就打下主意了 他想啊 玉姬和自己啊 一同奉安到玉陵帝宫当中的这些后妃啊 他们的位下既有皇长子 也有这个出色的庶子 并且呢 还有嫡子 哎 这选出来一位皇位继承人呢 那热定是没问题的 可是啊 这话头他到哪就乱了呢 首先这皇子们啊 有好几位啊 那身体不灵 其中呢 又不乏 有失德的 这身体不行的 您比如说这个大个永皇 和这个六个永荣 这里边啊 还有失德的 您比如说这个皇三子永章 皇四子永成 这哥俩呀 被这个乾隆皇帝都给过去出去了 还有这个皇八子永玄呢 从小啊 就不招人待见 说这个永玄呀 是这个酗酒淫乱 这个大班臣活佛 从西藏来呀 众皇子都接见 就单独呢 给这个永玄呢 下了一刀发指 说这个皇八子就别来了 我呀 不想见 咱们再说这个皇十一子永兴 哎 那会儿的永兴还小 即便长大了 这永兴啊 那也做不了这皇帝的接班人 为什么呀 学识真不错 可是这孩子呀 性格有缺陷 首先呢 是抠 其次呢 这孩子对骑射是一点不感兴趣 这大清国的皇帝呀 那讲这江山天下 都是一马上得的 您这挺大的皇上加加的 不善骑射 这传出去呀 他不叫玩意儿 那这些皇子都完了 咱们就得说说这嫡子永齐了 这永齐呀 完全是受了妈妈的池来 这季后纳拉市啊 在陪着这个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 不知道犯了哪门的邪禁呢 失心疯了 这事咱们前文书分析过 在这儿啊 咱们这段书提不到他 所以说呢 咱们不多的废话 总之啊 这永齐受了牵连以后 这爸爸对他的态度啊 那一直是不温不火 虽然呢 也很疼他 经常表扬他说呀 这永齐编的书好 很合朕的想法 可是说呀 这永齐致死也是个平通阿子 从来没有过爵位 当然了 这是后话 实际上啊 在纯会皇帝妃薰事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就觉得呀 这帝宫当中啊 再像原来设想那种 安葬方法啊 肯定是不行了 因为他怕就怕在呀 这些娘娘所生下的皇子当中啊 他最后选不出一位 合适的储君 那么让这老几位 最后啊 把这御灵帝宫 所有的葬位都占满了 那这储君的亲额呢呀 算是没地葬了 这新皇帝的妈妈呀 要是死在这个乾隆皇帝之后 还算好说 按照这个康熙朝的旧力呀 可以给他单见陵寝 您看这个孝慧张皇后 虽然不是这康熙爷的亲额娘 但是啊 也可以仿着这孝慧张皇后的 葬法和葬制 就是啊 在这个孝陵的旁边 单见一领 叫做孝东陵 把这位啊 比皇帝长寿的皇后葬在那 可是啊 这话要说回来了 这万一 这储君的亲额娘 她要是死在这皇上头了 可怎么办呀 这地宫里的俨然就没地儿了呀 所以说呀 这淳慧皇贵妃 公事以后 这乾隆皇帝 才为他单见一领 就在一侧的圣水域非衙门 为这个纯慧皇贵妃 担见了一座豪华的地宫 安葬这位皇贵妃 因为啊 这老皇上觉得 他对不起纯慧皇贵妃 原本是打算 让这些前邸旧人 和自己感情深的 后来啊 这位分 又被加封到 皇贵妃的娘娘啊 通通和自己呢 入葬着玉陵的地宫 可是啊 现在不得不未雨绸缪 把这个玉陵地宫当中啊 保留出一个空的官位 还把这纯慧皇贵妃 单独的奉安埋葬 可是啊 谁也没想到 这纪厚纳拉氏啊 最后他犯了天眼 惹了圣怒 最后呢 没能埋进玉陵地宫当中 有人说呀 这乾隆皇帝 他够扎的 哎 不念旧情啊 把这纪厚纳拉氏啊 草草的 塞入了纯慧皇贵妃的地宫 这呀 就是皇家的七尺大儒 哎 这一点呀 我可不这么看 我觉得在乾隆皇帝心里啊 这玉陵地宫 和这个纯慧皇贵妃的地宫啊 是平等的 就是因为 这乾隆皇帝觉得 对不起纯慧皇贵妃 所以才违背了很多条制度 把这纯慧皇贵妃地宫 建的如此之奢华 再转呀 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纪厚纳拉氏 确实是违背了公规 在这个孝道上啊 他有大不敬的地方 剪断了头发 不是诅咒皇帝 就是诅咒太后 当然了 我一直相信呢 这纪厚纳拉氏这样做呀 是因为他真的失心疯 真疯了 无论怎么算 我觉得 纪厚纳拉氏这种断发行为 对他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不但对他 而且啊 连累了他的孩子 那这一点 乾隆皇帝知道不知道 他当然懂了 如果乾隆皇帝 要不是念记他真有病 那肯定就早把皇后废掉了 这皇上一般就是这样 没有前车之鉴的时候啊 他还要开先例呢 更何况啊 前边还有他的太爷爷 顺治皇帝给他打的样 这顺治皇帝的元后 博尔基基特是啊 被废为敬妃以后 埋在哪儿 到现在还是个谜 所以说呀 我个人认为 这个乾隆皇帝 把激后纳拉氏安葬到 纯会皇贵妃的帝宫当中 那恰恰是念旧的表现 可是这么一来啊 这玉陵帝宫的金券底下呀 官床上就空出了两个葬位 一个葬位呢 是乾隆皇帝下手第一个葬位 那原本啊 是给激口纳拉氏准备的 这样一来呢 就正好在这里啊 奉安了这个四皇帝的生母 也就是后来的孝姨皇后 至于那个东侧垂首位置上 那个葬位呀 那闲着就让他闲着吧 今天呀 咱们把这个玉陵帝宫 以及纯会皇贵妃帝宫啊 所有的葬位和葬序 算是交代明白了 这其中的缘由呢 咱们也算掰扯掰扯 对此啊 您要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啊 留言区咱们可以一块聊聊 因为跟您聊天啊 那必定也是学如我 掌学问的这么一个途径 我是昆仑刘石 哎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